我可能会后悔,不过我想再听一个你以前的故事 多年以前,我曾在德鲁伊的家乡斯科斯格伦度过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我一直想知道,德鲁伊变回人形的时候,是不是还穿着原来的衣服 直接问这个问题是不礼貌的 所以为了拓展我的文化视野,我偷偷跟着一个甜美的德鲁伊小姐到她洗澡的地方 在美丽的月光与文化探索的精神所感动之下 我在草丛中开始对她唱起了情歌 小德鲁伊,你好漂亮,德鲁伊,德鲁伊 她后来追着我跑了快三里,用她凶狠的力牙咬我的脚跟 真是美妙的经验